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小书生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随着科学水平的进步 全世界的医疗水平都在不断的提高 很多古代无法治愈的疾病,现在都已经全部迎刃而解 就像是肺结核放在古代是灾难一般的存在 现在已经可以完全治愈了 而医学水平的进步,同样的也减少了很多的麻烦 就像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孩子是不是亲生的 在古代往往会有很大的争论 而现在一个亲子鉴定就可以全部了解了 不过,老子宗们也是非常有智慧的 即使是古代,又有很多的办法 今天就为大家一一介绍 相信很多人对于滴血认亲都比较熟悉 可是这样的做法是没有依据的 而且并不是有效的办法,所以不可取 古人真正的做法首先其实是滴骨法 这个办法是需要将自己的血液滴到父母的骸骨上面 如果侵入就表示自己是亲生的 而且在记载中,这个做法也是实践过的 那是南北朝时期 当时七朝东昏侯以为妃子十分漂亮 但是七朝后来被梁朝取代之后 梁武帝就将其纳无了妃子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七个月过后 这位妃子就生下了一个孩子 很多大臣都认为不是亲生的 在这个孩子长大之后 就把东昏侯的目的挖开尝试了一次 并且为了多次验证,还杀掉了自己一个孩子 结果都证明这个方法正确 最后就逃离了北魏 并且为自己亲生父亲守孝 很多人认为,这个做法必须要有人死亡 如果人都活着的话,该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在北魏时期,当时扬州就发生了一件这种事情 刚好是两个父母在争夺一个三岁的孩子 为了证明孩子到底是谁的 当地的县令就想到一个办法 把孩子藏起来 并且几天后,告诉两个父母孩子死了 当时一位反应激烈,另一位反应平淡 因此这个案件就此破解 这些都是可以分辨出来的 不过在我国的汉朝时期 却为丞相在断案时,根本不管这些事情 因为汉朝的风气还是比较开放的 所以这位丞相就宁可挫杀一千 也不放过一万的做法 来治理当时的风气 这样的做法虽说有效 可是却要很多人怀恨在心 以上都是我国古代进行亲子鉴定的各种方法 虽然没有发达的科技 但是老祖宗们也是想到了很多方法 本期的历史小书生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我们会更加努力提供优质历史短视频